好几个八卦博主都在爆料 说黄晓明已经有女朋友了 对方是个白富美 家境不错 性格也很好 周围人都很看好他们 咋说呢 其实娱乐圈里的艺人在 感情这块基本都是无缝尽足 很少有空窗期的 黄晓明这种年轻时候经常谈 在和baby离婚后 他身边的女性好友一直挺多的 其中最出名的就是网红周子然了 网友们就把他给扒出来了 说是黄晓明为了追求他 嫁给黄晓明做新一任的皇太 但实际上这个是没有那么玄乎 黄晓明和周子然确实关系不一般过 但黄晓明不会举网红的 所以没多久 至于说周子然拆散了黄晓明和 baby和黄晓明之所以掰了 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 共同利益方面出现了争端 且当年那波税务风波 在娱乐圈里发酵开来时 其中一个人陷害过另一人 以此为开端 黄晓明在网红圈子里还挺出名的 男男女女们和他关系都很好 总觉得这类女生会利用他 而他比较正式的一笔特新欢吗 确实如爆料所说 风评很好 但黄晓明短期内不会踏入二婚的 他现在更想在主流圈闯一闯 得到上面的认可 为自己将来升级老西股做铺垫 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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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